其實不只是台灣的球迷 明天都想要到東京來幫中華隊加油 日本的球迷對於他們日本隊也是非常關注的 現在只剩不到36個小時 日本隊就要來面對的是中華隊的堅強陣容 因此現在他們是趕快加緊練習 絲毫不敢鬆懈 最新的狀況馬上交給我們的特派記者林家元 好 主播以及各觀眾 中天新聞前進 東京巨蛋帶您掌握最新的戰況 目前現在在場面練習的是日本隊 也就是3月8號即將和中華台北隊對決的日本隊 透過鏡頭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的這個人是背號10號的阿布聖支柱 他其實要特別注意中華隊要特別小心的 因為他是日本隊的隊長 而且他的戰績非常的厲害 他在去年的時候光是全力打就打了10支 所以說我們真的要特別小心就是阿布聖支柱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背號是17號的 中田將大 那其實他是有可能會跟我們王建民來對決的 是背號17號的選手 我們要特別小心留意他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目前日本隊 他們現在在練習的是投手 他們的一個相關或者是打擊的一個狀況 我們帶你一起來掌握一下 其實非常關鍵的是在今天的時候呢 包括了日本隊還有中華台北隊都陸續來這邊上場 來這邊練習喔 那其實呢台北隊呢中華台北隊是比較早一點點的 那其實現在呢目前是日本隊正在練習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呢現場有非常多的大批的媒體在這邊守候 包括了在觀賽以及呢在看分析兩隊戰力的一個狀況喔 那其實呢在剛才的時候大家呢日本隊的一個相關媒體呢 對我們的王建民非常的好奇 那我們呢也非常好奇說他們的一些選手 他的戰力或者他表現狀況是如何 所以說呢透過中天新聞帶你一起來看一下他們的實力 以及他們練習的情形 因為呢這個是他們的主場 所以說呢他們對這個場地的熟悉度 以及呢到時候他們要怎麼樣的運用戰略 我們也會隨時插播連線 把鏡頭先交還台北棚內 好的謝謝佳元現在看到的就是這日本隊在東京巨大所練習的狀況